高校变味 我特别要讲 越著名的中国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更对不起中国的学生的 高考1977在浙江省的首映是我是作为主嘉宾致辞的 我讲完话以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孙海英他们几个主演把所有的鲜花都献给了我 为什么 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大学校长 讲得如此之好 如此的诠释了这部片子的意义 这部片子本来是揭我们民族伤痛的 我想在座的校长可能跟我一样 都是打倒四人帮以后读的大学 或者你们比我更早一点 但找不到哪去 我是七八级的 看了这个片子本来是揭起了当年高考多么不容易 坐了多少路的公共汽车 中午也吃不了饭 我记得那年高考我是怎么过的 但是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让我想到了什么 想到了在那个年代我们读书这么认真 今天现在站在中国的领导的这个高校位置上的7778的有很多 我们怎么成才的 怎么成为了今天被大学生称为刘教授刘人的人 原因很简单 就是当年我们的老师没有像我们今天这帮大牌教授这么个干法的 一会儿973一会儿863 如果这么个干法 我认为浙江大学的刘教授是刘不起来的 所以多亏了我们当年的老师 没有像今天这些所谓大牌教授这种刘法 才造就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刘教授 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对不起现在的大学生 我告诉大家 人都是这样的 见过世面了心里就知道了 你们这些大学人不懂得不懂得 中国大学科技界头衔最高的当教院士 只要对年轻人来讲 国家结束青年基金你能拿到算你留 北大清华随便你去 人家都要挖你 你能把长江学者拿到 两个都差不多一样的好 你能把两个都拿到在浙大叫双枪 那不是开玩笑的 这两个都能拿到你们 你们你们江苏省 你们你们江西省有没有一个我都难说 同时能拿到 但是我在讲 大牌教授又怎么了 所以我今天这个报告校长我是感谢了 他是教育家 他可以不来听 但是校长特别难管的那些大牌教授到哪去了 他们今天晚上该来听 我来帮你教育教育 这是李小蒙同志对我的采访 东方时空 在那个六七八年前 中国的门副网站收服新浪 所以我比较低调 你们不太知道 所有的首页上都是标语 中国人民的希望 郑强教授 不骗你们 不骗你们 我来给校长汇报一下 泽大的学生分数多高 我当十年系主任 我跟大家汇报一下 十年系主任 我系里的学生考分都是六百五以上 才能入我的系 你要让泽大的学生喜欢你 谈很容易 特别泽大女孩 连男教授的身高 他都要评论 那不是开玩笑 是全方位考察 要得到学生的喜爱 我说实话 没有一点本事 是不可能的 我先交代一下 我在泽大当这个学生 最喜爱的老师 这个称号是评出来的 学生投出来的 很不容易的 我们泽大院士二十几个 多着了 因此我要讲 这网上语录啊 网上语录 最重要的第一条 真财实血 中国人说 言多必实 这句话 对也不对 就是扼杀了我们孩子的天性 但是是一种谋略 太有谋略了 因为一张嘴就暴露一个人 优点也好 缺点也好 只要你一张嘴就暴露 所以教大家言多必实 是什么 实际上是保护你的弱点 这句话是不对的 我今天告诉大家 实际上讲话 是最要一个人要有本事的 因为如果你一说 你要有本事 讲出真理来 不容易 我今天讲 学生啊 现在的孩子啊 有一百个缺点 但他们有一个优点 他们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对他们成长有利 我们浙江大学的同学 特别欣赏有学术才华的老师 这是真的 你要搞定 你说你平嘴巴 你拉倒吧 他不听你的 所以真才实学 太重要 但是是不是有真才实学 同学们就喜欢 我刚才已经讲了 浙江大学有二十几个院士 长江洁青 加起来不下一百 双腔都有的 我估计是二十五个以上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选上 或者选的次数没有 郑老师多呢 所以我又要讲 真才实学 是学生喜爱里的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分的 弄得不好啊 学识越高 让孩子们越有敬畏之感 敬畏不等于亲近 也不等于敬爱 所以我想第二条更重要 就是要爱身之心 这也是恰恰中国当代大学 最缺乏的 我没有什么优点 我可能就是花的心比他们多 我怎么做的 同学们 我给校长汇报两点 第一就是真正的爱学生 像父亲一样爱 我在浙大做的最多的校长 就是拯救那些 要被开除 要被拯 要被开除 要被处分的同学 尽可能的 不开除 尽可能的 不处分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我们全系第一 一个女孩 烧热得快 被我们女生寝室的老太太 发现了 就上报 我们学校规定 只要烧热得快被发现 就取消保研 对当个同学来讲 对不对 有点过分了 但是你们不要闹 对整体是合理的 你们知道上海商学院 就是烧热得快 烧死三个女同学 有些时候 同学们你们要理解 学校为什么对你们有点要求 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不是为了你一个人的利益 明白吗 所以我们这个女同学 就被这个老太太看见了 结果有一天我在办公室 那时候我什么官都不是 我就是个教授 当然是著名教授 然后十个男同学 跑到我办公室来 为这个女孩说情 我当时很高兴 觉得同学们 有这样的友谊 很不简单 但是后面 我一想不对劲 这说明我们多么失败 一个女孩 竟然可以把十个男孩 给搞定了 然后我就去找校长 我说什么呢 我说校长 孩子犯了错误 是不对 但是我们用这样的方法 剥夺了孩子 在学术上成才的机会和通道 就毁了孩子 我说我们能不能用另外的方法 比如说他做做义工 他做做义务劳动 一年以后我们考察一下 能不能得到认同 校长觉得我做的不错 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给了我一点惩罚 说郑强 你是不是要救这女孩 你是不是准备现身 干啥呢 叫我把旁边的两瓶茅台 喝两大碗 我这时候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为了这女孩 就喝了两大碗 朋友们我告诉你 回到办公室我晕倒了 等我醒过来 十几个同学围着我哭啊 说郑教授为了这女孩 搞成这个样子 我就告诉大家 你在平时的点滴当中 你到底对学生怎样 学生是很清楚的 我特别要讲一点 这个爱生之心呢 是我们现在大学很需要的 很需要 好 有了这两条够不够 我说还有一条 要有沟通的本领 述我直言校长 这些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都在强调教授上课 全国都在鼓励 要让教授为同学们上课 这句话表面上是对的 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同学们 这句话你们要注意 不全面 为什么呢 你们没有看到这句话 它成不成立的一个基础 那就是你们要提出来 校长提升教授的时候 要考察他 为你们上课没有 这个课上的 是不是你们认同 你说这两个条件加进去 身上的教授 才是好教授 所以我们全面的表述 校长应该是讲 要让那些上课 上的好的教授上课 因为近二十年来 中国很多大学 在提升教授的时候 说实话 是没有怎么考察他们上课的 都是中科研的 看项目的 看SCI的 我希望我们九江学院 别去跟北大清华复旦比 也别给那个南昌大学比 用不着给他比 我今天不乱夸 我说假如我们九江学院 今后申教授 是把这个老师给同学们上课上的多不多 上的好不好 作为深教授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的话 那我就多来几趟 所以这个北浙大我也不能说一百年出一个 这三条 郑强同志都具备一点 这是我们校报 甘校长 校报登的照片 就郑强同志跟女同学拥抱的照片 我跟你讲 我看到这就吓了一大跳 这怎么能登呢 开玩笑 我在折大还活不活了 那个记者讲 郑强老师你放心 我处理了一下 旁边13个排队的女同学 我把她剪掉了 我告诉大家 我根本不怕这个女同学 女同学没关系 老师跟学生之间自然的 自然的 问题是什么 这个照片登了以后 我在折大没办法活动 你们注意一下 旁边那位中年男子教授的目光 你们看他那个羡慕 那个嫉妒 我跟大家讲 我在折大六年当选了以后 还是产生那些不舒服的事情 我们同龄的一批哥们 就不太高兴了 就说这小子 他为什么每一次都能高票当选 肯定搞了名堂 你说一下 他们没有表扬我 一般大学里说 学问做的好是最好的 刚才你们领导也介绍了 我在中国除了院士以外 我就是顶级教授 我在折大 在全国都可以说这个话 那么要说 学问做的可以吧 干校长稍微汇报一下 我们折大生教授 五年有十篇到二十篇SCI 再加上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二三四万国家级项目的经费 就有这个条件深了 那么郑强同志 现在每年 去年的科研经费多少了 去年我拿两千三百万 我跟大家讲 我在折大六年当选了以后 还是产生了一些不舒服的事情的 我们同龄的一批哥们 就不太高兴了 就说这小子 他为什么每一次都能高票当选 肯定搞了名堂 你说他们没有表扬我 一般大学里说 学问做的好是最好的 刚才你们领导也介绍了 我在中国除了院士以外 我就是顶级教授 我在折大 在全国都可以说这个话 那么要说 学问做的可以吧 干校长稍微汇报一下 我们折大生教授 五年有十篇到二十篇SCI 再加上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二三四万国家级项目的经费 就有这个条件深了 那么郑强同志 现在每年 去年的科研经费多少了 去年我拿两千三百万 我每年SCI论文多少 平均三十三篇 又不是搞着玩的 当然也不是说编出来的 我每天工作十九个小时以上 你们的部长今天看到 我吃饭的时间都是没有的 都是吃盒饭的 从来没有星期天星期六和节假日 每天都这样的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夸奖我 非说我的票得得高 就是把哲大女同学蒙了 我给大家坦白这是污蔑 因为在大学里 最关心校风学风的 不是年轻教师 你们这儿大家成不成人 是我们的老教师 是退休的老教师 天天关心哲大的校风 我们需要投票是开放的 退休职工也能投 我们还有无数三甲医院的 吓死人 你们一定要跟女同志站上边 那我就站上边 我跟你们说实话 投票老同志最积极 所以郑强同志的票 主要是浙江大学的 中老年妇女 这照片干啥 作秀啊 不是作秀 这也不是我系里的学生 也不是我学院的学生 是外系的学生 外学院的学生 搞活动一个电话 郑老师我们喜爱你来参加 我不是在这儿作秀 我今天给你们讲 你们不要以为教授 教授算什么 在我泽大博岛扫地 你有什么不得了 多入流氓 在我那儿博士生导师给我倒水 什么呢 我学生都是博岛了 有什么好讲的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在学生面前这样呢 我就是要举一杆旗帜 爱生的旗帜 就在座的各位 大牌教授也好 什么教授也好 真的我们闷心自问 我们是吃什么饭 不是学生求我们 要没有学生 我们怎么能够称为教授 所以我还是要讲一句话 开医院病人是上帝 办大学学生是上帝 多不多说了 中国媒体吗 老百姓把我炒红的 就是2003年那个帖子 到现在为止你们去查 绝对是中国可以排到前十位的 最红火的 二十年经久不衰的帖子 你们去查好了 多得很 到现在为止不衰啊 而且跟现在讲的很怪 我十年前讲的东西 2000年我在浙江图书馆的一个演讲 到今天为止 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现在的工作 怎么这么有指导意义 我到纽约去吃饭 做华人碰到我都要签名 我私下不骗你们说 我在中国大学享受的待遇 就是留德华待遇 知道吧 害我的就是中国青年报 就是中国青年报 给我整的奋亲教授 这没关系 我今天要教大家的很多 我跟大家讲 一定要爱自己的专业 现在学的东西 就是以你一生的历生之本 不要去眼红别人的专业 不要看到今天一会儿 经济红火 财经红火 什么金融红火 等会我要问问 有没有卧底的 都是那个什么江西什么财经学院的 非对称优势 是你们一生学习做人事业的根本 什么意思 就是别人有的 别眼红 要追求比别人更好的 更有特点的东西 这叫非对称 我们办学校也应该这样 九江学院 别去学 什么南昌大学 也别学责大 对称优势